亚洲眨眼CEO王乐宜三度荣获美国总统致功奖 此为继2016年欧巴马总统及2019年川普总统所颁发全美致功奖之后 王乐宜第三度荣获美国总统奖 6日下午国际领袖基金会创会会长董继琳 亲赴王乐宜辅上颁奖 展望未来基金会共同创办人梅伊端成军雅 乔务咨询委员成任务 王乐宜家人同学及好友共同出席官吏分享这份荣誉 王乐宜的父亲也是台湾知名创投家王伯源 也特别飞到美国陪同女儿接受此项荣誉 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来颁这个总统一根奖给王乐宜女士 王乐宜女士的故事呢 确实是在我们社区中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 他不但呢自己本身呢是一个非常积极的这个向上的一个人物 但是最主要的呢他还是对于社区的事情呢 不遗余力来帮助周围的人 所以我们今天呢非常高兴有这个机会呢 来特别颁证他总统义工奖 他写很多书 讲他自己的故事 希望鼓励人 鼓励我们 知道什么事情都是可能的 有请看Loy 他把很多事情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 就是我们真的要学习的 对于第三度荣获全美志工服务奖 王乐宜透过眨眼的方式表达感谢 他准备了获奖感言 由秘书代为发言 王乐宜表示 过去的我透过追逐名利 定义自己的成功 现在的我希望透过自身的例子影响他人 我已能为他人带来多少注意 来衡量自己存在的价值 他也以自身的故事告诉人们 或者就是胜利 透过跨越自身逆境 激励他人 扭转人生 本则新闻由乔务电子报新闻志工黄本初采访报导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